全新的三星折叠二 动辄一万多 华江美只要七千多啊 究竟什么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亮 今天准备去华严美市场找一台全新的三星折叠复杂二 在给老哥报完港版国航 韩版之后呢 老哥跟我说他要韩版的 现在机器呢 就已经给我拿到了 韩版机架价便宜 国航要一万多 港版有九千多 而韩版的只要七千多 全新全套 手中的一台呢 就是一台今天从市场拿的全新的韩版复杂二 就是一台没有刷这个国航 西级天下系统啊 今天呢 拿的时候那个太晚了 时间太晚了 然后没来得及刷账 明天去给他刷 那接下来说一下这个韩版的复杂二 跟国航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为何差价有如此的大呢 咱们下面一起来聊一聊 首先复杂二 很多人有个误区哈 以为国航的是双卡的 实际上呢 国航港版还有韩版的都是当卡的 内容方面呢 韩版的是12加256g的 国航港版的都是512g的 再来说一下实用方面 韩版的在刷了国航新系天下的系统之后呢 它是支持 一栋四季电信和联通5g的 而国航呢 跟港版都是支持散网5g的哈 还有一些呢 就是在面容支付方面会有一些区别 其他的整理不大 说到复杂二呢 一定来看一看他的拍照效果 因为这款机器的拍照效果非常好 打开一下这个夜景模式哈 才可以看到这个色彩照相所呈现出来的这个视觉效果哈 的确非常有冲击性 再来拉近一下镜头哈 非常清晰 可以当这个万用镜用的 一千两百万的主镜头加一千两百万的长焦镜头加一千两百万的超广角镜头 足以满足你日常的拍照 摄影需求 总速哈 尤其这个手机呢 还比较大 这种拍照的照片带来这种震撼啊 远远不是普通的手机能比的 色彩非常的饱和 非常的清晰 三星故意是有故意道理的 今天的视频呢 就坐这里哈 这样的三星付到二你喜欢吗 拜拜